你好,欢迎收看12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12月18号国际移民日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去年开设了幸福凯玛拉影像记录课程 而到今年12月6号上午呢 则是举办了幸福凯玛拉移民节的庆祝活动 还有影像记录班的成果发表会 让新住民朋友齐聚交流 也用影像来分享述说与这块土地的故事 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12月18日 国际移民日 华莲县府社会处6日上午在芙蓉大饭店 举办幸福开卖啦 移民节庆祝活动即影像记录班成果发表会 邀请去年参加影像记录课程的学员 展现像记录片导演学习拍片、剪接及摄影 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 或是回家乡的心路历程成果 这活动当然很有收获 因为觉得就是自己被尊重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有觉得就是在这边有认识到 有很多对就在这边认识到其他的 因为我是印尼的嘛 那他们是越南的 还有其他国家 有很多对 所以你是觉得就是在台湾 就像一个人也没有被孤立这样的 是的 所以感觉到我们在这边是大家庭 然后有很多人一起 好像回娘家一样 可以开始好好的运用这个工具 然后随手 现在手机都很方便 随手可得的工具 可以去说出自己的故事 写出用影像写出自己的故事 然后去跟更多人分享 这个东西其实很不容易 而且很重要 因为有各种发生管道 他们可以运用这种管道去讲 讲出来他们的想法 跟那个 这对台湾社会 这种多元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花莲有近万名的新住民朋友 其中主要以中国配偶居多 再来是越南和印尼 无论是新住民或者是在地的居民 对于新住民很多的业务 无论是在教育或者是民政 从我们一进到台湾 一到花莲 花莲县政府民政策 就会到台访市 以及协助大家更加的赶快 进入花莲县的整个生活的模式 有姐妹说 他们其实想要记录下自己的生活 那我觉得其实姐妹自己 我们觉得摄影跟纪录片 其实都是一个可以自己说话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今年就跟所有的六个据点 跟一个新住民学院 还有我们新住民中心 都办了摄影的摄影班 那这些其实都呈现了姐妹们 其实不管是在花莲这个地方 跟家人的生活 跟左右邻居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的纪录片里面 他们也回了自己的家乡 去拍摄自己 一路从越南来到花莲的生活 今年以幸福为主题 除了有影像发表 还有舞蹈表演 以及幸福影像参展的颁奖 其半借由新住民据点 及新住民学院的设置及课程开设 让新住民得以从中交到更多朋友 生活在异乡不会感到孤单 也让更多民众能多元了解 并学习尊重新住民的生活文化 记者长方烟 花莲师报导 最初的照片 全部得了解 课程中的外面